所以我们在做笔记的时候 我自己写起来有一个非常大的流畅度差异 让我觉得这整个萤幕好像是很光滑 就是这个圈圈可以绕得很顺畅 在这边的时候会稍微有点没卡住 有点没卡住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我如果没有直接拿两台出来比较的话 我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感觉到 如果我先第一台画了一个比较顺的 然后我到第二台的时候就会觉得这边比较卡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 两台iPad他们在流畅度跟手写体验上面的差异 那首先先来讲好iPad Pro 它是使用了120帧promotion自适应更新的萤幕 iPad Air它就使用一般的60Hz的标准刷行率 那乍看之下数字好像差异不大对不对 那到底实际使用上面会有多大的差异呢 那我们先用数据来跟大家说明 等一下再进入实测 那60Hz的萤幕搭配Apple Pencil 他们在撰写的延迟大概是40毫秒 就是0.04秒 那如果是120帧的萤幕的话 他们的延迟可以缩短到9毫秒到20毫秒 降低延迟的程度就将近差了4倍以上 所以理论上来说 iPad Air它画起来应该会比较顿 iPad Pro的话它反应速度可以非常快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在笔记软体上面实测的差异啦 所以我们就使用GoodNotes的手写功能 然后我们就实际手写出欧洲每个国家它的名称 最后呢我们用形状工具去画出外面这些方框 那为了确保我使用两台平板撰写的公平性 所以我有使用计时器计时 那结果也发现我两台平板撰写时间大约都是落在4分40秒左右 然后写完这些欧洲每个国家 所以表示说我的书写速度是几乎一致的 我们在撰写速度一致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撰写心得 那首先先来讲到iPad Pro的部分 我觉得iPad Pro它基本上写起来就让我觉得很像在纸张的感觉 非常的顺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延迟 那iPad Air的话你当然可以写的跟iPad Pro一样快 我刚也是用一样快的速度去撰写 但是我这时候会发现 我很多笔记在写完的时候它还没有马上显现出来 所以有点像是平板当机的那种感觉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我写出来字的结果 你看我们在罗马的罗 在iPad Air这边笔记就比较容易混杂在一起 因为它还没有显示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写到下野化 所以我比较难去精准的对到位置 而且你看像罗马尼亚的亚 它这边还有一个凸出来 那因为60Hz它这个速度反应没有这么快 所以造成它有时候它就会误判 我们写太快已经写到下一笔 那它前一笔的话就会直接凸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写上就有蛮大的差异的 然后在最后画外框图形的部分 我也感受到这个流畅度的差别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 我在这样子左右滑动的时候 大家有看到吗 其实我们光现在这样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它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就很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60帧跟120帧它们在书写上面的差别 那我们同时看慢动作影片也可以发现 大家可以发现吧 iPad Air跟iPad Pro这个速度真的差太多了 当我很快速的把线画过去的时候 iPad Air它甚至还没有跟上 但是iPad Pro它就可以立刻跟上了 所以我们在做笔记的时候 我自己写起来有一个非常大的流畅度差异 第二个话我们就来做绘图软体的实测 那因为我不会画画我画画画的很臭 那我们就请到了我的朋友来帮我画画 那我们就是用两台iPad在Procreate上面画了两只可爱的乌萨奇 那我们就来访谈一下Mia她所画出来的体验吧 这位是我们优秀的画家Mia 那刚刚请她用Procreate 画出了两幅乌萨奇的画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非常可爱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问Mia两个问题 关于这两台平板你使用上就在画图过程的差异 那第一个问题的话我想问一下 你在画的过程当中你觉得 这两台iPad的顺畅度有没有差 那我们目前是还没有公布哪一台是iPad Air 哪一台是iPad Pro 所以你就可以就你画的先后顺序来思考 就是第一台画的 对就是我在绕圈圈的时候 让我觉得这整个萤幕好像是很光滑 就是这个圈圈可以绕得很顺畅 在这边的时候会 差一点被卡住的感觉 所以就是在笔触上面画顺度的差异 所以就你可能觉得 左边这台第二个画的比较有阻力一点 蛮是阻力的感觉 这两台iPad它的刷新率是不一样的 因为iPad Pro它是120帧 然后左边这台iPad Air 它是60帧的刷新率 所以它们在流畅度就会差了一倍 第一个当时你画图的时候 可能会有个蛮明显的差异 那第二个差异是你在滑动网页的时候 你在滑网页的过程当中 这一台iPad Pro画起来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顺 所以你自己在画图体感上会觉得 明显程度大概多少 我觉得可能是我如果没有直接拿两台出来比较的话 我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感觉到 如果我先第一台画了一个比较顺的 然后我到第二台的时候就会觉得这边比较卡 所以可能就是会有个比较值才会有明显的差异 那就是另一种是因为刚刚你有做两个测试 一个是画图 然后一个是直接画圈圈这样子 那你觉得画图上面的差异会很大吗 画图上嗯因为如果我没有在画图的时候画很多的圈圈的话 那个差异的感觉就不会到那么大 嗯或是画像这个这边这样子 哦 这样这样一个曲線 那你觉得比较没差的是哪个部分 比较没差的是 因为像就是电汇的甜色他其实是比较通常比较多是框选一个范围之后 然后把颜色拉进去 哦那这个就不会用到比 对对对对 如果你是整块的甜色的话就不会 那么直接的感觉到那个差异 嗯 但是因为就是在一些边线的勾勒啊或是什么的时候 还是会还是会有一些曲线 那接着第二个的话想问一下 那你在用这两台iPad画图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的荧幕有没有差 画一只大概画五分钟而已 所以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没有办法感觉到差别 但是颜色上这台是比较黄一点 我不知道这是你说的差别之一吗 嗯嗯嗯 对我但是这个其实不是我想要讲的差别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自己在用的时候 我也觉得iPad Pro他特别黄 然后iPad Air他比较白 对啊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OLED萤幕的关系 因为OLED他是更更写实更贴近真实的颜色 那LCD他就是一整块背光板打上来 所以他颜色相对来说 对比度跟彩度就比较不会那么高 那OLED会比较接近真实世界的颜色 嗯嗯嗯 那我们听完Mia他所分享的体验 有没有发现 其实两者的刷新率差异还是感受得出来的 但是大家这边可以提到一个重点 如果我们没有用过其中一台平板的话 我们当下只画一台 是不会有这么大差别的感受 所以一句俗话就是 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 你一定要比较之后 你才会知道哪一个比较顺畅 哪个比较不顺畅 那这边讲到第二个重点就是 我们要在绘图画得很快的时候 才比较会有这个感受 所以你看 比如说他刚刚在描边 描乌萨奇边的时候 他会用到这种快速画曲线的方式 他就会感受到这个流畅度差异 但是在着色跟甜色的时候 就会觉得没差 所以其实结论来说 我觉得你不是那么敏感的人 用iPad Air就蛮够了啦 他自己用起来也不会真的造成他画图上面的困难 那总结来说呢 在我这一个月使用下来 我觉得M3 iPad Air跟M4 iPad Pro 它们各有一个好处 M3 iPad Air的话 它对我来说 比较不会让我视觉感到疲劳 但是M4 iPad Pro的话 它给我非常流畅的使用者体验 所以如果你是学生或是老师 如果你真的有预算上的限制 你又很注重眼睛健康的话 我自己是比较会推荐 M3的iPad Air 因为它的LCD萤幕 就不会有这么频繁的闪烁 昏暗环境之下看的话 你眼睛比较不会容易这么疲劳 但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亲民了很多 那虽然说它只有60Hz的萤幕刷新率 但是我觉得对日常笔记上面或是阅读 基本上已经是非常足够可以应付了 而且以19000的这个价格来说 真的已经是非常划算了 那如果你担心蓝光危害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善用夜蓝模式 以及护眼的保护贴来降低蓝光的影响 那避免LCD在蓝光上面的劣势 那如果你是真的非常注重笔记刷新率 以及笔记体验的人 那而且你的预算充足 那M4 iPad Pro它当然可以去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那针对这种PWM快速闪烁的眼睛疲劳 那建议大家就是要固定站起来休息 因为我自己在使用iPad Pro上面 真的有比较大的感受是它会比较容易造成我眼睛上面的疲劳 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那希望前面的科学知识科普 以及我在笔记软体跟绘图软体上面的实测 可以帮助大家挑选出一台最适合的平板啦 那顺便预告一下我下一支影片 下一支影片我会来跟大家探讨 iPad Air它究竟是否能取代MacBook 那我会推荐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软体 让你在使用iPad Air的时候 也可以跟使用MacBook一样方便哦 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下支影片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